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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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的视频 的开头 一般都是评论区的一些回复 那么今天我们只讲评论区 好吧 在这期视频开头 必须就以后每期视频开头 我都会再表述一下 那个抱歉 微信呢我就不加了有问题直接私信 我看到就会回 然后群里面也不再拉人了 因为管理起来太烦 然后 关于评论区的那些 大哥大姐们有时候 就最近我的回复量 变少了 是因为我之前说过我好像最近看东西的 看手机的时候手机的屏幕 有一丝变形 所以担心我评论会看 但是就不打字不回复了 那特别重要的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 我会回一句包括特别客气的 我也会回复 那么今天讲什么呢 来总结评论区的东西 首先我们知道啊 进章书的群需要交纳8888人民币 下人案 然后呢问一个问题呢 我以前有一个微信说的什么 200块钱人民币问五个问题 对吧 好 基于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 基于这样一个底层逻辑 既然有人看了视频 说那个海滨路那里 三百五百太珠的 是不是真的 希望我带他去找 那 在这里统一回复 就除了这个兄弟以外的问题统一回复就是希望我去带文的人 我非常的遗憾 非常的抱歉 告诉你们 我不带文 然后呢我也不希望你们去找带文的 好吧 我不带文呢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 这个条件不允许 身体不允许 第二点 带文的时候 我不就是如果一旦出现带文 那么肯定不止你要玩的开心 那我也要玩的开心 你说你消费能力比我高 那我跟不上你的节奏 那我玩的不开心 如果你的消费能力 不那么的充足 那可能你会玩的不开心 甚至说张书坑人 那我该怎么办 就比如说像这位兄弟 你说我帮你去找一个三五百泰珠的 我不知道你怎么开着这个口 就我凭啥 我凭啥 我凭啥要帮你这么去找 而且找一个三五百泰珠的 咱先不论免不免费 劳务费不劳务费的 这个 你这优秀 好吧 点个赞 我就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 对不对 那么还有就是说 来了八体啊 一定要找我 一定要请吃饭的 一定要请贺心兵乐的 一定要怎么地怎么地的 那么我之前也说过 我说 不是我装逼 也不是我不给面子 更不是我难以亲近 并不是说你请我吃饭 我就必须得去的 就是往往啊 往往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客套 就是 哎 有时间我请你吃饭啊 这个大家都碰到过对吧 但事实上这顿饭能不能看到不知道 这是一个层面的意思 还有个意思就是 所有人都要请我吃饭 假设这个吃饭都是真的啊 我们就假设好吧 这个吃饭是真的 我必须要去的嘛 就说的诸心一点 说的难听一点 你请我吃饭 我就必须得去啊 你 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不能怎么说 这样说不太礼貌 就 只有聊得来的人 这顿饭才吃得下去 对吧 就是如果聊不来的人 我去吃这个饭 我 我何必找不自在呢 对吧 哪怕我今天吃不起饭了 这顿饭我也不一定要去吃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 客套话咱就别讲了 我们烙点有用的 比如说你 你说你真的碰到一些 百度上查不到的问题 注意啊 是百度上查不到的问题 那你来问我 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当然这个建议 它是建议不是答案 你们必须得记住 它不是答案 所以它是有偏差的 那这个我们就互相聊 也不用吃这顿饭了嘛 也不用那么麻烦了嘛 但是千万不要觉得就是 我请你吃顿饭 是他妈我给你面子 对吧 我就 很多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啊 老子他妈请你吃饭 你 我都请你吃饭了 你他妈还不赏这个脸 就有这种人存在 但我真想告诉你 没人稀罕这顿饭 我认为每一个人 正常情况下 都不会稀罕这顿饭 但是呢 因为出于你客套 所以我也客套 啊好你来吧 到时候我们再说 不用你请我来请 咱们诸如此类 但我不喜欢这种客套 所以我就说的很直白 饭我不吃 除非咱聊得来 好不好 除非咱我觉得 除了你 从我身上能学到东西以外 不叫学啊 又学这个字过分了 就你从我身上 能得到一些信息以外 我在你身上也能看到闪光点 那我们大家聊天很愉快 你吃个饭 你买单我买单 一万两万太处无所谓 你只要不是一两万人民币 为什么呢 一两万人民币的饭 不是吃不起 而是他妈每个人来找我 我请一顿这个饭 我他妈破产了 对吧 开个玩笑啊 所以就不要唠一些有的没的 我比较实在 比较不叫实在啊 比较实际 然后那些评论区说 我比较实称实在的这些话 真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我觉得这些话都是在骂我 在侮辱我 我今天是一个实在实陈的人 我没办法活到今天 不能叫没办法活到今天 就是我没办法在35岁退休 实际到底吧 你们想一想就能明白 是这样吧 所以不要说我实在和实陈 我不实在不实陈 我要实在实陈实陈的话 怎么去套路各类泰国人 是不是这样 那么在做视频分享的时候呢 我也只是把我看到的 我听到的和我想到的 来分享给大家 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意思 那因此抱歉了 那位让我就是想让我带你玩的 我都不知道你猴你哪月才能来 因为你对三五百态出 比较好奇的话呢 那我认为你近期可能来不了 成本太高 那还有那些想和我交的朋友呢 我欢迎 限于视频里面 因为我突然发现最近 有时候微信这个东西啊 特别是在我打比赛的时候 我看到有提示我就点一下 然后轮到我打了 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发的 我就把它黑屏了 再然后我就会把这条消息忘了 忘了之后 就谁发的消息我都没看清 对吧 所以有时候会错过很多很多消息 因此为了不造成一些误会 比如说张叔太牛逼对吧 给他发信息都不回 我不是啊 我看到信息我尽量是都会回的 特别是微信 我基本都回 除非是这句话你发出来我接不上 那我没办法 那还有评论区那些劝我的人 我必须诚恳的再次给你们说感谢 但是呢那个冰郎这个东西啊 借冰郎啊也好啊 烟少抽一点啊 我都理解你们的用心 这个正如对吧 父母劝子女 这个少做一点 那个少做一点 或者朋友的之间的这个关心 我收到了 我领会到了 但烟这个东西断不了了 冰郎呢是可以戒掉的 糖这个东西呢 我尽可能自己在控制 但是你说要让我戒 那人生就少了好多乐趣 因为我们知道糖分是会让人有 兴奋和开心的这个作用的 对不对 所以这类这类好好照顾自己呢 也不要在评论区里面说了 我不是 我不是看不上这些评论 而是因为你一旦很关心我 我就必须得回复你 对吧 咱这样的一种回复发言 还不如去说一些有实际意义的 那么再有啊 评论区有人问 就给我发了其他博主的视频 说觉得这个视频的看法是什么 那很多啊 类型很多 什么看房子的 说生活的 什么 呃 多少钱一个月能在泰国过活的 然后问退休工资有多少 就我退休工资有多少多少钱 能不能在泰国生活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是算命的啊 我真不是算命的 你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质量 我是不知道的 我又不是你们肚子里的蛔虫 对吧 我哪知道你们想怎样嘛 如果真的到哪一天 我一个月只剩1000人民币 或者2000人民币了 我想苟活在泰国 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大不了卖艺对吧 卖艺不卖身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这个日子呢 我肯定是过不下去的 我肯定会选择回国的 所以 这类算命题 就不要再出了 因为我 看到这些算命题 就回答的时候 就感觉有一种送命题的感觉 你知道吧 反正非常难受 那再有 关于问我什么 能不能去拍这个拍那个 就是拍美食啊 我就是 我现在所说的所有的问题 呃 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看到了之后 不要对号入座啊 就是 可能你问过我这个问题 但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不止你一个人问过 好吧 因为不是一个人问过 我才会拿到视频里面来说 所以我是对大家统一做回复 而不是针对你个人 因此呢 说话得罪的地方 也请包涵 我再三说过 我说我不喜欢吃泰国的食物 所以你让我做美食 我做不来 而且我说了 就是在互联网上面 做美食博主的 什么国家都有 泰国也有很多 你们可以去看他们 这个 我不专业 我不在行 所以你在我得 这里得到的信息 要问我哪个东西好吃 哪个东西不好吃 我操 我不喜欢的都是不好吃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不是这样 我不管你是不是米其林 我不喜欢 它就是难吃 简单吧 所以我做不了美食博主 我比较挑剔 除了挑剔以外呢 我对于某些食物呢 是过敏的 为什么呢 正如 我以前在深圳创业的时候 有供应商送了二十几箱大闸蟹 我一顿吃了二十一个半 然后进医院了 因为太寒 然后胃疼 疼得完全受不了 大家不冷定 所以说 之后再吃小龙虾 还有虾 还有蟹 这些东西 我都会胃疼 所以美食博主我做不了 然后 还有让我去拍什么 某个公寓的 去帮忙了解任何情况的 你打算出多少钱 你打算出多少钱 请我去帮你做这件事情 还是你就说 我是你粉丝 你得帮我去做 或者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嘛 那你带我去做总没问题 是吧 兄弟要求过分了 要求有点过分 每个人都让我去做点什么事 我你妈不要有自己的生活 我是来这里生活的 不是为你们活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如果有那些 就像之前有 两个 一个是房子里面出现一些小问题 还有一个是 就是 就可能被骗 就 没办法拿到产证啊 又或者是楼没办法建起来 这种都有 我想让我帮他去看一下 因为涉及的这个资金额还挺大 所以我会 在路过的时候 帮他们去问一下 去看一下 并且再做回复 那因为毕竟这个不是 我知道 钱都花了那么多了 心里肯定很急 那这种忙我会帮 那你说 你帮我去看一下这个公寓好不好啊 去 去用你的 半生不熟的英语和泰语去和泰国人交流一下 帮个忙 帮我看看 我要买啊 我以后疫情结束的要来买啊 怎么的的 我说大哥你再命令我 那就像那位 让我去找三五百泰铢的 这位兄弟 你打算出多少钱的带路费啊 就 你已然已经想找这样的一个层次了 你打算出多少带路费给我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在非疫情的时候 有人出两千块钱一个小时人民币 让我带玩 我不带 简单吧 因为为什么 挣不了这份钱 我懒 我特别特别懒 但是呢 我这样的性格的人呢 他有时候也挺奇怪 一杯新兵乐就可以把我骗出来 和我一聊一个半小时 我相信 请我喝一杯新兵乐 和我聊一个小时以后 所获取的这个信息 你可以省下一百杯 甚至一千杯新兵乐的这个钱 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啊 我不是鼓励你们 请我核心兵乐啊 因为毕竟 有不止一个了 但目前为止 就是从我 最近 重新开始做视频 是几月版 四月版 到现在 总共大概有三五十个人 给我发过红包 没有一个红包 我是收的 是不是 弹幕里面又来瓢出 张叔牛逼 张叔又装逼 红包都不收怎么地的 我不是装笔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红包最大名额是200人民币 我你妈收你一个红包 名气都没有了 你他妈有本事转账啊 你转个一万块钱试试 我收不收 对不对 要不十万也可以 十万转不了 开个玩笑啊 所以说发红包我是不收的 好吧 任何人哪怕比我有钱很多的 给我发过红包 我都不收的 因为我觉得没必要 有本事你都太过来 当面请我喝一杯新兵乐 我觉得这个是你有诚意的 对吧 但是空头指标就不要开了 千万不要开了 什么来了之后管你三杯 来了之后管你两杯 所以尼玛昨天还有个人过来了 在另外一个群里面 说今天早上我们喝新兵了 等到现在了 没事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太想 再建群的这个原因了 群就像一个公共厕所一样的 有些人内急进来 一吞排泄 对吧 就是一顿问题问完 人失踪了消失了 又或者是平时各种 我挺你 我怎么地的 真来了之后人找不到的 这种案例太多了 当然昨天来的那个哥们呢 我相信他会找我的 我相信他会找我的 但是不要说那些 我一来就找你怎么地 都胡扯了 你当张叔没混过 你当张叔没听过这种客气话 客套话 听都不要再听了 听了吗 耳朵老简都出来了 是这样的 所以不要再说了 那么这期视频我做成两期 我就尽量多唠一点 然后中间做一个风格 然后 还有就是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就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们花一段时间 可能三天五天 把我以前的视频翻一翻 所有的零星的这个经验 都在以前的视频里面 就都有 不管各类的什么 包括汽车啊 买车啊 避坑啊 什么买房啊 买在哪里好啊 之类的 我全部全部都说过 你们要是有兴趣 你们可以看看 你们要是没兴趣 那就去找专业的人 专业的卖房者 我 不会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